欢迎收看这节产业快讯 我是郭凯 央行总裁彭怀南提出 全球景气温和复苏 美国联准会升息 可能会在6月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动作 强势美元造成汇率波动 央行将采取逆风操作维持稳定 央行总裁彭怀南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 面对立委咨询脸色有点凝重 全球景气温和复苏 但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 彭怀南提出全球将走入新平庸时代 欧元区日本实施QE政策 美元持续走强 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消息不断传出 彭怀南透露美国联准会可能会调整步调 最快6月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受到美元走强的影响 过去一年来新台币对美元对有本质 但是给所有贸易国家的费率家庭平均起来 新台币事实上是升值 我们的货币事量维持合一的成长 我们只以支应经济活动所需 在货币政策方面 因为各国立场不一 不愿国家采取减错货币政策 不愿国家则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他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对国内股汇市的干扰 北韩采取逆风的操作 消弭费率的过度波动 以维持新台币费率的动态稳定 传闻中国大陆可能跟在欧日之后也实施QE政策 彭怀南表示中国市场投资金额庞大 确实仍有调整的空间 但对于今年台湾经济的看法乐观 外资大量入台 股市仍然有往上涨的可能 陈和平陈伟又台北报导